我們講一下這一次 你是第一次代言嗎 對對對 第一次跟 對對對 其實跟OPPO現在也差不多快一年了吧 快一年的合作了 然後也嘗試過他們之前前幾代的一些手機 所以很開心今天OPPO Reno5的記者會可以來請我一起來 對 你平常有在玩這些手機 有樂器還是什麼的 你有在玩嗎 有有 手機是常用的啦 因為平常工作啊 或者是要跟粉絲互動啊 或者是就像我剛剛講在修圖啊 然後PO在社交媒體上面 都是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 所以手機都是我天天都在用 自己是哪一方面的重度使用者 我是照片跟影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每一次我們要是去表演的話 要穿得漂漂亮亮的人都會記錄下來 然後後台很多很ㄎㄧㄤ的東西都會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影片呢都會剪GTV 就是我的YouTube Channel 然後給大家看 所以就是看一個比較不一樣的一面的我啦 這次有什麼功能是比較吸引你 喔 我覺得那個雙重露營真的是太厲害了 因為我覺得之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粉絲朋友們如果是買這個手機的話 他們可以錄他們自己在台下看我表演 然後同時也是錄到我在表演的那個狀態 然後我就可以看到他們邊唱歌 然後邊享受我在舞台上面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先進的一個功能啦 對 很期待 那最近在忙一些什麼 最近在忙我的新專輯 這應該是我第四張專輯了 所以今年會有新的作品要給大家 然後應該是一個大家沒有看過的我 有預計什麼時候推出 上半年 希望上半年 對 我們哥還在感進度還在中間 在卡一些點點 但是上半年應該OK啦 那接下來還有跟粉絲見面的機會 哦 接下來還有跟粉絲見面的機會嗎 陸續的還會有拍一些演出 陸續的還會有拍一些演出 那如果大家要知道的話 我應該都會在我的IG或是Facebook上面 都會跟大家更新啦 就像我每天吃什麼喝什麼 大家都蠻清楚的 對 那現在會新增一些網路上影片 或是照片跟大家分享 新什麼東西 YouTube或是什麼跟大家分享 有有有 因為我都是GTV都是不定期的更新嘛 但是我的IG都是 我覺得每天都在更新新的東西在上面 所以大家都是可以在社交媒體上面找到我啊 然後什麼新的新聞啊 或者是新的歌啊 有的時候像前兩天 我就深夜的時候 就是突然PO了一個新歌的一小段 對 所以如果大家想期待聽新專輯的東西 可以鎖定我的IG 對 那最後再問一個 就是那個有關疫情方面 你自己的生活有沒有受到一些影響 有 因為去年蠻多時間都是在家裡嘛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其實用手機的頻率還蠻多的 因為要在線上跟粉絲朋友們聊天啊 或者是互動啊 都 所有的演唱會什麼都變成線上了 所以手機真的是每一天都需要用的東西 對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 好好做好防疫的安全措施 對